树立一下前50年自己的一些不足什么的 然后决定去说脱口秀 对对对 就是就刚才您说的开会怎么办 对我来说就是打击特别大 在50岁之前所有开会我都是拿着稿 然后站在堂上就一直抖 就始终是看着稿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觉得脱口秀这事来说 我确实做到了转注 然后就是其实我写的第一个梗 我一共写了3000字 然后给老师看 老师就说了一句 你第一个段子挺有意思 实际上最后就留了50个字 然后就是 你能直接编剧写段子对吧 写反转的段子 我不知道我现在处于行业什么水平 你举一个例子 我上个月有80场上演吧 可能在北京的脱口秀全职演员里 可能能排进前五吧 然后呢就是收入呢可能排不进前十 因为我主要是走量 我便宜 段子的水平可能排不进前五十 你讲几个一两个段子吧 让我们也知道你专注的这个事水平 杨老板我是职业选手 不给钱不干活 对吧 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就是 就是脱口秀有一个特别 就是难的地方 就是凡是不花钱的观众 都很难让他们笑 没 没关系 你脱口秀不见得 有些时候好多吐槽嘛 对吧 你也可以调侃才做这十二位 调侃一下 比如说像鱼林 三个鱼林就顶一个诸葛亮呢 对吧 你可以调侃 是说的 三个鱼林顶六诸葛亮 三 一个鱼林顶三个石头 石牙晖 特别刚好 特别 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性的互动 对我来说是特别短的短板 因为我确实相对比较自闭嘛 我现在只能是提前写好段子上台讲 现场吐槽各位起一下 确实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赵大哥 我得跟您纠正一下 就您一直说的这个自闭啊 涉恐 我是不是觉得是一种高级的谦虚 涉恐啊 它其实叫恐怖性神经症 那涉恐有的时候是广场涉恐啊 比如说直接的社交涉恐啊 还有些特定场景涉恐 因为咱们沟通非常顺畅 我们都觉得特别幽默 所以也很少听说前半程有这个恐惧症 然后后面就好了的 所以要不然你就把脱口秀当成对你之前一种不能释放的质疑 要不然呢 它真的有可能作为你50岁之后 特别擅长的一个角度的点 您可以改一个词 您的性格可以说我偏内向 我喜欢跟自己独立相处 感受自己的情绪 但不要老贴射恐啊 自闭啊 如果有这样词很难去求职的 但内向是没问题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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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落地 我觉得他们问得有点散 就是问了半天又想听段子 对吧 得知道你是怎么接触脱口秀的 就是自己想突破一下这种上台的这种状态 为什么呢 这东西有一个叫开放麦 你只要敢上去说 你就可以上去说 您第一次参加开放麦是什么时候 就是2020年的8月份 培训多久以后 培训了半年吧 第一次反响怎么样 就是下来之后就有人找我说 你愿不愿意去说 你第一次上台紧张吗 然后拿着那个小丝都看不见 就眼睛都 都懵了有点 您待这三年 家里人对您是什么态度 支持吗 还是无奈 挺高兴的吧 就是可能也觉得我以前做 在做汽车行业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开心